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走 上菜裙子去 哇 真的有莫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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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产量也不行啊 不好踩这玩意儿 有办法 走 从种到种天天地拢勾 中午吃了 来 我的办法就是买 还是吃点买点吧 菜这什么都吃饱了 我竟给您60 我以为都包园60呢 摘不了他们有超能力 上山不太行 但我有钱呢 嘿嘿嘿嘿 吃饱了 好 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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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食材就差不多了 我们今儿跟家自个儿做饭 牛蘿蔔 我可是狗饭 对 其实在咱天津吃回民菜 一个就是吃牛舌尾 一个就是牛蘿蔔 这装地特别好 牛肝君是吧 用这个干嘛炒腊肉吧 这个是云南火腿 火腿 我以为腊肉 这俩叫炒一个菜 这个是叫什么 金雀花是吗 金雀花 这个可以咱们做鸡蛋 三个大鸡蛋免免免免免免的 这俩菜了 这个百合 唐一给我们做一个什么百合蒸肉 这就三个菜了 这个我认识就知道吗 这叫什么 就形容我的那种形容词 水性洋花 那个是生皮 生皮 是咱百祖这边特有的一个 算小吃吧 配到两个菜 拿成一茄子 茄子咱蒸一下 然后上面浇个汁 OK 行 那差不多 基本上这个菜了 不管它多少呢 家宴了是吧 今天这个民宿特别的舒服 做了两天的感觉精神焕发的 来 先切它 您先着我来 您先着我来 云南火腿 哎呦 先切条 平行四边行 小鸡切得不累太多 都看你薄不薄就完了 我试试 我试试 我也没弄过这玩意儿 做的呢就是百合蒸肉 我的思路是 往上插 我都怀疑我这不能熟 我这全是肉 金雀花 这我也是第一次吃 这外边做饭 谁给你搁这么些料 哎 打竹板要上墙 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那多神经病啊 来啊 现在这个是国宴大厨烤吉项目 烤完了以后 我这是中国的国际名厨了 准备出摊啊 看着跟炒糖彩似的 哎 酸性味出来了 差不多了啊 哎 芋头少了少来啊 再来一勺油 然后等它开了 快熟的时候 然后再放去青凉花 出锅了 清酒 喝杯清酒 加个回来那个清酒 没得把锁啊这个玩意儿 哦 喝多了忘了密门 可就喝不了 还原是密门多了 三个零 说的都是三个零是吗 对 这个只有一千餐 先亮了没有 哎呦 看到这有一股烟出来 好香啊 就这样香挺有 可以了 今天给金姐来一杯 感谢这次这个全程招待我们 真的弄得好 谢谢 民宿弄的也不错 招待的吃的也好 这边做了这样当地的小菜 来 让张总搞一个 本次这个食材的所有的费用剂 基本都是张总三桌 再给勤劳的我倒一杯 我到这也喝一下 谢谢金姐 谢谢金姐 谢谢你 敬金姐 我们过来敬您啊 其实是我谢谢你们 我比较有福气 既能喝到这么好的酒 也能尝到老白炒的菜 哪里哪里 我的菜是不是很正常 当然我可以饭馆 好 我看行 老酒 挺好 这个酒有点烈 50来度吧 这是老酒调味的对吧 8年的鸡酒 然后10到30年的老酒调 这一盘是1.5剩就3斤左右 3斤左右 适合一大多的10个多人 一会儿叔叔阿姨他们下来 咱们一块尝尝 小心哪 这个辣椒干得把我辣枯了都 我以为它是Q的那种 不是的 我觉得它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吃吧 来云南吧 牛肝菌是可能避不开的 吃菌子吃的多就那几种 见手清我们不敢吃 对吧 鸡动菌太贵买不起 牛肝菌价格又合适又好吃 的确很香 真的 这里边的蘑菇比这肉好吃 我喜欢 这么大 火腿时间长得比较好了 对 其实这是翘菜用的 有一点点就够了 今天老白切的也多 对 不然这都可以切了 不是舍不得 而是我觉得多了可能就掩盖了 它的那个菌子的好的味道了 但是云南邓若狐在这非常有名的 几乎都是有当地特色沾点边的 那这鸡蛋我没看出来什么 是因为我们这个什么花呢 金雀花 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因为它闻不出来克蔬的味道 但是炒了之后有五青香味 它里边还挺碎上的 花咬起来还是有那种摇花朵的感觉 但是又没有这么奇怪的味道 对 它不挑衍 对 这个简单 鸡蛋里边稍微搁一点这个玩意儿 然后你去看该割盐割什么 它多少钱一斤 它25块钱一两 250一斤 对 来吧 这个我只知道生皮是吧 是吧 因为它叫生皮嘛 不太熟 好一次来 我都没敢吃 对没敢吃 对就是网上说的很吓人嘛 它其实就是烧熟的 肥牙 它口感是夹这个的 你吃完全熟的猪皮和生的我没吃碗 肯定是不一样的 能嚼出脆身呢 还能嚼得动 我第一次吃生皮 生皮上面还有几块生猪肝 生的全生的 在这写的 在这写的 对 我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 做肝做的最嫩的 最好吃的就是天津人 天津菜馆做的老包酸什么 最好 原来还有更嫩的 真的 没有给这再嫩的了 再说来点醋试试 大理的辣椒面加天津的醋 老板先试一下 来来来 口感是没什么变化的 但是味道很变化的 酸和辣 这个酸还真挺好的 有点续腻的作用 这很好吃 放的醋很好吃 我喜欢 我觉得生皮最可爱 就是这部分白的部分 那口感我特别喜欢 是吗 就是皮和它瘦的之间 膜 对那层膜 特别好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 你还像生皮这个玩意 我原来在北方谷 从来没听听过 我就不知道是啥 各位家乡有没有这种 就是当地人一说都知道 但是谁敲那样都不往省外带 外地人一个都不知道 当地人一吃哇塞一下 你家乡有没有 肯定有这种真正美食 对不对 单目走一会儿看你家乡有什么这种美食 咱该这个菜了 来近年您先来一个 终于 我很期待这个 这是整桌最费劲的一个菜 百合蒸肉 肉馅喂好了 往这插百合 摆造型 这里有两个是我捏的 它看不太出来 不 看得出来 我知道 带着个人特色 这个是老板做的 为什么口来口中间呢 因为它大 我们怕不太好熟 看我这造型还可以 有点莲花的意思吧 这是百合 打错我也想不然 打百合蒸肉吃 肉馅很好 我这还比较实在 我就吃了一丸子 很浓厚的天津风格 这个菜怎么说呢 就是费劲 但也不难吃 肉馅好 来吧 来打蒸鞋子吧 这是韭菜末吗 香葱 对对对 最后撒的香葱 来蘸点汁 这个不是咱云南特色 这个是阿姨的司堂菜 云南的茄子 这真的挺好吃 这是这个比例 这个醋啊 酱油啊 糖啊 鹽的比例真好 这个汁也没抢肉馅的味道 铁度味道也都在 一看就是这菜凉了 这刚锅里多好吃 最后再尝尝 鲜花汤 当地人是这样搭配的 哦 芋头 够了可以了 来一下 谢谢 可以用清甜的香味 嗯 我嚼了一个花 好有香味啊 刚才那么闻 其实没闻得多香 里面还有芋头 小芋头 来吧 开始 都混成这个来了 下饭 下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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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